你知道死刑犯在监狱里的最后24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吗 2020年杭州一男子许某某 嫌弃妻子独揽经济大权将其伤害 二审宣判死刑 2021年重庆一男子张某和女朋友叶某协商 将亲生子女推下15楼坠亡 最后宣判死刑 背负七条人命逃命20年的女魔头劳荣居 二审维持死刑原判 人们都只知道这个人背叛死刑 执行了死刑 却不知道死刑犯临死前一天都经历了些什么 我是探索君敢聊你就来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犯人的最后24小时是怎么度过的这件事 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被宣判死刑后还能苟活几天 甚至还想靠律师二审犯案 找到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知道死刑执行书下达 犯人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 而且他们的人生就只剩下最后24个小时了 第一个小时 预警要检查死刑犯的全身 预防他们藏了什么危险物品 检查完毕 死刑犯要戴上手铐和脚料 押送到死刑犯监狱 这一进去再出来 可就要天人永隔了 第二个小时 预防死刑犯心理压力过大 突显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会专门安排心理疏导师 听他们说说话 安抚他们不安的焦躁情绪 不需要心理导师的 就自己找预警拿笔和纸 写信或者画画 甚至可以听歌 缓解高度紧张的压力状态 第三个小时 死刑犯在这个最后的夜晚 可以睡个好觉 但一般人怕是睡不着了 生怕第二天醒来就是死亡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坐在床上呆着 不敢把眼睛闭上冥想 要是实在困得不行 睡着了咋办呢 死刑犯的最后24小时 在监狱里是怎么度过的 第十个小时 预警会让睡着的犯人 先睡上七个小时 天稍微亮了之后 预警就会叫醒犯人 和亲属见最后一面 来不了的就打通电话 交代一下自己的后事 第十四个小时 死刑犯可以申请吃一顿好的 外国的死刑犯吃的 可能是薯条汉堡包加可乐 而国内的死刑犯 大多是鸡蛋面条或者饺子 第十六个小时 距离死刑执行的时间越来越近 行刑人员也要对行刑设备 进行安全检查了 没事干的死刑犯 能够继续听歌看书 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 第十九个小时 想走的体面干净的死刑犯 可以向预警申请 起人生中最后一个枣 甚至可以穿上新的球服 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 毕竟来人时间一遭也不容易 真的惜命 就不会犯下滔天大罪 草间人命了 第二十个小时 选择了奠基的死刑犯 不管是男是女 头发都得被剃掉 上刑场时不能穿着长裤子 必须提前换成或者剪成短裤子 应该没几个人想这么死去 第二十二个小时 一顿美味的大餐 呈现在死刑犯的眼前 心态好早已认命的 就会心安理得的吃掉最后一顿饭 想着要死也不能做饿死鬼 第二十四个小时 正式执行死刑 一般情况下都是注射死刑 为了保证死刑犯立刻死去 需要先后注射三针 第一针就是让亢奋或者拒绝的死刑犯 安静入睡的快速麻醉剂 第二针就是让高度紧张的死刑犯 进入不能自主呼吸 但身体能够放松下来的肌肉松弛剂 第三针就是让心脖骤停 彻底死去的绿化纳致死剂 要是换做枪壁又会怎样呢 你不要死刑犯执行死刑时 注射和枪壁哪一个更痛苦吗 会被执行枪壁死刑的 要么是杀了人 勒索绑架 抢劫 要么就是贩毒强奸 犯人上刑场时 需要背过手戴上手铐 立即执行死刑时 犯人要背对着行刑者跪下 子弹将对着死刑犯的头部或心脏飞去 要是站立正对着行刑者 子弹瞄准的部位可就是死刑犯的胸部了 执行任务时要做到一枪毙命 要是出现了死刑犯没死掉的情况咋办呢 立即朝着人体要害部位补枪 正常情况下 行刑者都是武警战士 心理素质十分过硬 当然武警战士任务完成后 心理不过去那个坎 是要做心理疏导的 而注射死刑时 心跳停止了 但大脑还在继续运转 药物作用的痛感 死刑犯都能感知到的 由于肌肉松弛剂 死刑犯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痛感 再加上执行时 肾上腺素会分泌过多 痛感会倍增 只是没办法表达出来 直到心跳停止 大脑缺氧 最后窒息而死 同时犯人的身体会突然发热 像是体内被灼烧了一样 但枪毙打的都是要害部位 一枪毙命的 根本就感受不到痛苦 死得非常舒坦 要是一枪没死要补枪 可能会有一刹那的痛苦 而枪毙刑场运回去的死刑犯 面部表情大多是比较平静的 没有注射那种痛苦的迹象 死刑结束后 犯人的尸体该怎么办呢 一般都是执行机关 通知家属前来收缴 要是没有家属认领的 执行机关就会送到火葬场 例行火化 家属接受了死亡事实的 死刑犯自愿捐赠尸体的 也不会火化 而是送去医疗单位所研究 后续死刑犯的遗书 要再做审查 家属执行后保留存档 珍惜生命 切勿违法犯罪啊 谈笑有红儒 可谱外丁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军 每天下午五点 准时探索新知识 大提安